大家好,欢迎收看同志义凡人 我是今天的特约记者瑞普利 那我现在呢是在北京的一条胡同里 从3月3号开始由同志义凡人 北京基安德咨询中心主办 中国酷儿独立影像小组协办的 酷儿大学纪录片培训营在这里举行 那详细的情况我们就来看今天的报道 2012年3月3日至10日 首届酷儿大学纪录片训练营在北京举办 共有8位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学员参加 希望通过7天的密集培训 掌握纪录片制作技术 为中国酷儿影像纪录片注入新鲜学业 因为我们这一次主要针对是 天眼地区女性跨性别为主 也希望就是说这次培训之后呢 能够把这些经验和具体操作的方法 带到我们当地 随着技术的发展 数码制作已经让纪录片进入千家万户 在同志领域 纪录影像的传播也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了解同志 认识性手术群体的窗口 有更多的人通过来到库尔大学 可以去回到他们的地区 可以影响和主编的 我觉得帮助还蛮大的 因为给了一些很多全新的体验 像以前就是想到纪录片 就拉抬机子乱拍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课程 来让更多的人 更多的同志加入这个 制作的队伍当中来